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地间一步传奇 一世上一段 哦一段记忆 一海中光过离 银材壮菊 光占青灯 下大远途不已 有国有民 一生豪然争气 爱不爱民一种 人格真理 清风言语 千古江山有生计 诉说着一个勇敢的 勇敢的话题 有国有民 一生豪然争气 爱不爱民一种 人格真理 清风言语 千古江山有生计 有国有民 一生豪然争气 爱不爱民一种 人格真理 清风言语 千古江山有生计 诉说着一个勇敢的 勇敢的话题 勇敢的话题 我看看你的话 好 你年纪不大 可是我看了你的话功力很深 清心不俗 少有将棋 我建议你升到高级班来 怎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先生 女子也可以学画 何必要改做男装 先生 别人家的女子有权学画 可我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女人 串云 在少爷 女先生 你就收下他吧 怎么 你们相识 她是个很不幸 很要强的姑娘 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 就收下他做个女弟子吧 好 我收下这个学生 下周一 你就到高级班来听课吧 另外我给你安排些单独授课的时间 谢谢先生 秋云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事 离开书语后 我暂且在一户宅门里 伺候两位小姐读书 他们对你好吗 有顿饭吃我也就知足了 我很喜欢书画 能学个一技之长 日后再去找一份好的事情做吧 三少爷 你请回报 这 有什么难处吗 只管来找我好了 你住什么地方 我可以去看看 三少爷的心意我领了 那书语的宝娘还没有放过我 再说 少奶奶说的对 您不该倒在 青楼书语那样的温柔乡里 我也不能再连累三少爷了 请三少爷 多多保重吧 有什么样的 有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奔走天涯 无一事 问何如声色将情记 就怒骂切游戏 猪头 做什么呢 没事 没用的字画 来 坐坐 荒原大哥 今天我见到邱云了 他在一家大宅院里做用人 我看见他也去听课了 又做用人 又去学画 这姑娘 实在令人费解 从邱云我也想到自己 参加文社和书画工会 自然是有益的事情 趁现在还年轻 也该学一些正式的学问了 书童 我今天来正是要告诉你这个新消息的 南洋工学就要招生了 南洋工学 对 这个是个很有名气的学校 听说那里江浙两省的秀特云集 这次他们请了崇尚新学的大教育家 蔡元培献上任特科教习 真的 荒原大哥 我去试试 自然可以 不过我听说 这个学校招生可是百里挑一 荒原大哥 就算他是万里挑一 这一 难道就与我书童无缘吗 好 能将此画者 五弟也 走 咱们外面谈 走 李书童 蔡先生 学间贾大人到了 请 蔡先生 请 好 请来济世讲学 举人自然就无话可说了 学间大人讲的是什么意思 蔡先生有所不知 这个学校的学生 大都是秀才和举人 可授课的先生也是秀才和举人 前些日子闹了学潮 要校方请闲人入校讲学 您是晋世的功名 学生们自然就无话可说了 人贵在真才实学 被公民可以言明一切 蔡先生说的对 如今这学生里总有些无是生非者 循机闹事 日后请多加防范才是 我告辞了 蔡先生告辞了 蔡先生 您要面试的学生来了 蔡先生 你叫什么 李书童 李书童 多大了 二十二岁 你的试卷我读过了 问题是路 你能把人人之路与国家之路相连 地义颇新呢 文力清秀 毫无八股的文风 好 很好 不过 由于字数所限 还有一种言由未尽之感 书童啊 你能说一说 为什么要报考南阳工学吗 今年可称为国耻之年 据报纸披露 庚子赔款 近白银就四亿五千万两 加上各省地方的赔款 净达十亿之多 八国联军在我国十余处屯兵 国之尊严 葬势殆尽 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就有亡国灭种的惨剧 然而 学生不知何以解忧 何以救国 这就是 我来投考南阳工学 以求真解的原因 一切有志有实之事 必有强国的决心 你有这样的志向 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好了 你可以回去 谢谢先生 你们之前 GC 指令气 harder than their 如今 什么 你 有什么 猛烊 余先生 我考取了 好 这早在我预料之中 你见到蔡元培先生了 见到了 蔡先生是我的面试主考 哦 这位蔡元培先生22岁重镜师 甲午之后潜心研究新学 主张维新变法 你偷到他的门下实在是太好了 余先生 我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教诲 这讲习办 我还会经常来看看 哦 秋云姑娘 学的怎么样 很好 一点就痛 悟性很强啊 渴望成为女子书画中的佼佼者 一会儿他来上课 你就见到他了 小姐您要车吗 天气要黑了 日子不太平 少要您点钱 您坐着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 停下来 停下来 快 放开我 快 停下来 你们干什么 你还放开我 秋云怎么还不来呢 于先生 我还有其他的事 不能再等了 请你转告邱云 我去南洋公学了 希望他日后在书画上 早有成就 好好好 你走吧 我一定转告他 我早就说过 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 吃着我的饭 穿着我的衣 想逃就逃 想走就走 说呀 往后还跑不跑 说呀 这是你逼着我动架法呀 给我打 你呀 别在我面前趁刚强 什么卖义不卖身 当初我就不该答应你 女儿个 下楼 给我接客 你休想 你要是逼我 我就去死 死 你呀 甭拿这个词来吓唬我 好吧 就是死 我也要破破你那 真结恋女的梦 瞧你们两个 这副蝉模样 今儿晚上我把他赏给你们了 愣什么 还不把他拉楼上去 放开我 臭小 放开我 放手 臭小 放开我 放手 李书彤走入了南洋公学 他与少立子等被编入了经济特科班 这一天由蔡元培先生亲自授课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教育与熏陶 你看 革命军 革命军 沙历祖 哪弄来的 是蔡先生介绍我读的 有唱乐歌的 走 听听去 走吧 好 好 这是什么歌 日本的国歌 日本国歌 你听 富士山 海鸟之鹰 国旗中央红 我们都是天皇主在我们的学堂 有日本歌教学上 哪还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尊严 哪里还有什么尊严 上两个月 慈禧台后逃难回京 张勋在天津火车站开了个欢迎会 她叫军乐队吹打一番 好叫老伯爷定定心 谁知 奏出的却是一首法国国歌马赛曲 这岂止是可笑 简直是可耻可悲 那 太后没有听出来吗 她能听出来 她听军乐就像在宫中玩鸟 不管什么鸟 听见鸟唱 她就高兴 你想想这些 在这儿听见日本国歌 也就不足为怪了 two ano 贼 你去哪儿 找蔡先生 请进 蔡先生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本院的阅歌课交上日本国歌 你的问题提得好 在我们这个新式的学堂里 阅歌课是必设的 但是我国目前的现状 至今还找不到一位阅歌先生 只好由公学高架请日本人 由他在学堂教授阅歌 再说我们国家 至今还没有创作出一首 自己的好歌 只能由他选交外国歌曲 蔡先生 我想我们应当创办音乐师范 传播自己民族的乐歌 有自己的乐歌先生 书同学 你说得很对 我希望在你们之中 能产生几位民族乐歌的拓荒者 蔡先生 请您相信 一定会有的 三奶奶 少奶奶要生了 快去请大夫 还要请许少爷赶快到南洋公学 把书童接回来 好 快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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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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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铺 朱铺 劍绣 里面 那边看看 上下数千年一脉炎 文明莫语间 纵横数万里 高余地 独享天然力 国是世界最古国 民是亚洲大国民 物负大国民 书童 书童 弟妹都快要生了 伯母让你赶快回家去 真的 少李子 请你把它抄下来 好 你快去 快走吧 好 小哥 祖妈 孙少爷给您贺喜了 少奶奶给您添来位小少爷 我先去了 做爸爸了 真是壮直未愁 人先老 你老了 那我更是老太婆了 哪里 又让你受苦了 书童 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我早就想好了 记得 文心雕龙 有句话 草创红笔 先标三准 让他做个标准的人 我想 就叫他理准吧 少奶奶 三少爷 听您家里来了几一信 三奶奶让您过去 我先过去 少奶奶 没事 我先走了 你先去吧 总算是母子平安 童儿 这满月酒 一定要好好办上一半 娘 天津家里来信了吗 怎么 家里出事情了 庚子之后 市民萧条 二哥说 天津各银号 都面临着倒闭的势头 那咱们的同达号 咱们的同达号 自然也在其中 二哥的意思是 让我回天津一趟 一起商量商量 给朝廷上张饼帖 请示朝廷 恩准拨款 给天津各大银行 恩准拨款 这行吗 八国联军 和庚子赔款 弄得国库空空的 指望朝廷拨款 那还不是 如兰的打水 不管怎么说 这家业上的事 你二哥让你回去 你就走一趟吧 娘 等我见了蔡先生以后 再做决定吧 也好 不过喜酒一定要办 请 来 马上 新年兄 马上 举杯 来 举杯 五弟得子 也是我们兄弟大喜之日 来 咱们喝了这杯 好 喝了这杯 干 干 干 好 童儿 谢谢各位 童儿 伯母 伯母 恭喜您了 多谢了 伯母 为这大喜之事 我敬你一杯 来 伯母亲身体不好 我替她老人家喝了 哈哈哈 平日啊 叔童 没少得到各位的帮助 你们哪这样尽兴 我的心里头啊 就喜欢 哈哈哈 童儿 你要多敬几位兄长几杯 哎 好了 大家要喝好 我就不赔了 好 好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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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童贤弟啊 这得子乃大喜之事 造太太如此的高兴 你怎么能叹起气来呢 我 就是 我在想 只要是 在母亲身边 就永远是个孩子 现在 自己也有儿子了 真不知道 有没有为父的资格 一事无成 人见老 一文不值 何谢说呀 要是儿子长大了 问我 这一辈子 有什么作为 何言以对啊 哎 哎 哎 你看 什么年纪啊 就这么消极 就是 哪里还说的可老字 哈哈哈 不是人老 是新老啊 哎 五弟此言差矣 为人之父 更应当八分图强息 哈哈 来来来 咱们干一杯 来 干 好 舒同军 你看 科考补行 庚子相试了 嗯 蔡先生 让我们两个去杭州应试 我们俩 不 我对这种考试没有兴趣 再说 我还要向蔡先生请假 回天津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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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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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祖国歌 我看过来 写得很好 啊 上下数千年 跟苦于没有合适的音律 不用着急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写成万民传唱的好歌 关于补行庚子相识的问题 你听说了吗 我听说了 可是我对这样的科考早就没兴趣了 蔡先生 我只想跟您学些有用的知识 不 这个相识你一定要去 白日维新虽然失败了 可是他们废除八股文的主张终于实现了 今年是第一次废除八股的科考 能否考取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展示追求新学的学子们 具有何等的风采 蔡先生 我 我家里 家里有事离不开 不 我听先生的 怎么又要去科考 你啊 这次科考不同一般 我是一定要去的 卫一你 三奶奶 你还担心少爷考不中吗 上次要不是闹毛子 三少爷早就挣了几人了 这没事了 你去 那天津家中的事呢 我给二哥写冯家书吧 娘 我去杭州 公园应试 最不放心的 就是您的身体 童儿 娘不爱使她 娘是怕你再像头次科考那样 娘 您又接而断绰 童儿大了 这次 不论成败 我都不在乎 那样的事 绝不会做上二回了 好 1901年 李淑彤遵照蔡元培先生的旨意 赴杭州参加 补行庚子相试 面对论证的问题 李淑彤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愫 顿时涌入弊乱 他愤然提笔 大发慷慨救国之豪论 其结果 可想而知 他 当然的 落榜了 李淑彤怀着对腐败的 带着清王朝的失望返回了上海 大发慷慨救国之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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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童 输童他们来了 大家鼓掌 经级特科 欢迎书童 永海二军 复考归来 欢迎会 现在开始 请蔡先生 急性讲话 很高兴 很高兴 参加 经级特科的这样一场聚会 输童 永海二位学友 复考落地 自然 落地 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但 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我听了 二位学友论述的考试文稿 论证 他论证了百日维新 论证了改革政体 论证了大清政府 几十年来内政外交的功过得失 有胆略 有风采 有见识 可称得上是一篇 振兴华夏的维新论文 这样如此的论证 倘若榜上有名 那我们的国家 就不会如此不堪 这样的论证 正是我们南洋工学 经济特科的光荣 这本革命军 是我在 你们特科声援的寝室里查到的 你们 都是深深学子 都将在圣贤立言者 不研读大清会典 四书极重 却在非法传业这些庞道邪说 学贱大人 请问 学贱大人 如果连革命军这样的进步书刊 都被称之为庞道邪说 请问 大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的那些 隔地 求和 赔款的种种条约 又能称之为什么呢 放肆 善言国事 你们 学贱大人 学贱大人 您在开学校典上 也曾称我们这些学子 为国之栋梁 国之栋梁 而不言国事 难道 这让我们 言家事吗 太久喜 教不言 诗诗多 我希望你 严加管教 我再重申一遍 这样的禁书 绝不允许在工学内流传 刺藏者 立即上脚 否则的话 将受到除名的处日 在我的书案里 也有革命军 有你们查进的民报 学贱大人 是不是也要一并交给你 蔡教兮 我 我请你好做为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不听学间的辖职 如果他胆敢开除任何一名学友 我们就一起罢学 咱们结队到都府衙门去请愿 要求罢掉甲氏柜之流 对 罢掉甲氏柜之流 我以为这都不是根本的办法 我看甲氏柜之流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恩师蔡先生的 我想我们可以集体退学 对 集体退学 我们可以请蔡先生另办工学 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求学愿望 他们的蔡先生也就无可奈何了 对 好主意 退学 对 蔡先生 我可以学 对 刚才各位学友的话我都听见了 大家知道我和同仁们成立的中国教育会 该会的宗旨是教育中国青年男女 开发其知识 增进其国家观念 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倘若这南洋工学不能履行这样的宗旨 留此何一呢 谢谢各位学友的启示和信任 我想 你们各位学友要求另办工学 一定会得到各界同仁的赞同 好 走过了一回人时间 要把多少赶来体验 要把多少赶来体验 不说问大地 一样头问苍天 天亮暖暖 悲欢恩怨 悲欢恩怨 可是一个愿 还是一个禅 行程浪浪照河山 可是一个愿 还是一个禅 一生堂堂 一生堂堂悬 感叹 一生堂堂悬 感叹 走过了一回人时间 要把多少赶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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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红尘内外行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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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雀的茧花霜颜》 是万里知己归于平淡 那千世界流美谈 那千世界流美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